经济崩盘 疫情四起 学者分析中共面临空前危机 美国援助乌克兰资金疑似断流 基辅市长批泽伦斯基 中共建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 引发核电大跃进 恐导致灾难的担忧 曾遭港警射伤 香港学生被迫电视认罪 以中国留学生务实读人生 昏睡17个小时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今天是12月7号星期四 在今天的广告时间里 我们来更新三高代谢宝的用户体验 Tina是美国马里兰州的居民 曾因为三高问题而苦恼 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 不仅睡眠品质显著的提升 连长期的肚子胀痛问题也得到了缓解 他的体重下降了 生活品质大幅度提升 11年前被诊断出 肝癌的台湾的郑先生 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 在外甥的推荐之下 开始了使用三高代谢宝 结果令人惊喜 不仅体力恢复了 持育增强了 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 三高代谢宝结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 为您带来健康和活力 请登陆健康520网站 了解三高代谢宝 打开通往健康的大门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新年将至 中国经济崩盘 疫情四起 观察人士认为 中共党魁面临空前的危机 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 12月份北京儿童医院爆满 楼梯上上下下的孩子和家长 拥挤不堪 有人喊说 过会儿再上去吧 现在都上不去 山东中医师杨大夫5号告诉新唐人 中医很少看传染病 但是十多天来 他接诊了一两百个发烧病号 大多是西医束手无策的肺炎患者 据他了解 目前出现百肺的比例 北方有3% 南方出现较多 可能达到10% 预计年节前后会达到感染的高峰 杨大夫还说 这一波感染率和发病率极高 小孩高烧的比较多 然后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知不好才求助于我们中医的 几乎都是肺炎 然后合并细菌感染 查不到直元体 应该是新冠病毒 中老年人去世的很多 病毒诱发心梗 脑梗猝死 贵州的一位医生化名为 李明接受采访透露 前几天周围医生都病了 李明说三年封控只搞砸了经济 实际没有起到防控的作用 不仅如此 中国经济也崩坏到危机一触激发的程度 木迪罕见的连续给北京两计重击 中共财政部快速的激烈反应 反驳木迪对中国经济的负面预期 国内经济博主杨国英昨天发文说 木迪下调评级展望之后 整个股市暴跌 但是2017年曾有反面的案例 木迪下调中国信用评级 但是当天和之后三天 上证指数都是上涨的 也就是说市场在暴跌 这说明市场本身就已经扛不住了 杨国英曾研究日本经济 他说虽然今天的中国和1990年代的日本 有太多维度上的不同 但是至少有四点是相似的 包括同样是出口导向型经济 同样是房地产持有收益超低 居民杠杆率同样超过60% 同样是老龄化少子化社会加速到来 杨国英因此判断 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慌 事实才刚刚开始 这估计将是全球性的恐慌 今天的全世界对应的是 近现代史极其罕见的 超级动荡的周期 只不过在这一轮超级动荡周期当中 不同的国家的恐慌程度不同 极个别区域或国家 甚至还有可能相对的收益 经济引发的动荡 可能威胁到中共政权 社交平台上有人提出 中共的死穴就是经济危机 前几天上海有人持刀捅伤了交警 说明你明着抢钱 中国人也会跟你拼命的 而且中共的执行力没有想象的那么强 像是白纸运动在全国各地爆发 就碰触到了中共执行力的红线 所以习近平马上就退让了 全面放开了 接下来如果某个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 维稳队伍开始上街讨工钱 就真正好玩了 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 日前接受看中国专访时说 感觉现在中共党魁 到了喝凉水都塞牙缝的时候 是他自己造成的这个局面 他现在要亲自抓经济 中国企业家就直打韩战 他要亲自抓经济 我们还有好日子吗 他亲自抓什么什么就倒霉 他亲自抓防疫 三年封控 中国搞成那个样子 他后来放松又死了那么多人 其实通常从十一之后 到传统中国年之前这段时间 是共产党日子最好过的时候 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老百姓想过节 不想有事 二是天最冷的时候 一般大半个中国都上不了街 但是现在习近平却感到了日子这么难过 就是他真的是搞得天怒人怨 我觉得到这一步就是天意 就是他干什么就砸什么 砸到最坏的程度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22个月 在乌克兰内部出现政治斗争的同时 美国对乌克兰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又遭到了国会的阻挡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资金见底 白宫预算局局长杨恩寄信告知众议院议长强声 美国国防部所收到的623亿美元 截至11月份中旬已经用了97% 如果美国现在中断金元 那会让乌克兰迄今为止的努力功亏一篑 希望国会可以采取应对措施 强声5号致信白宫回应说 除非国会对边境安全进行改革 否则共和党不会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 共和党为换取民主党停止开放美墨边境 一直拒绝通过拜登政府10月份 向国会提出的1060亿美元的 国家安全经费预算案 这笔预算中就包括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原定在5号 和美国参议院进行机密视询会议 请求美国国会通过预算继续支持乌克兰 但是在强声回信放话之后 泽伦斯基单方面的取消了会议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号表示 这比美国对乌克兰援助资金极其的重要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援的先决条件 一旦不能提供 可能美国要为乌克兰战争负起责任 除了美国军援兽足 最近乌克兰政府内部频繁出现内讧 稍早之前 美国调查记者赫什爆料指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茨尼 在没有经过泽伦斯基和华盛顿同意的情况之下 与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秘密的进行和谈 最近 首都基辅士市长克里切科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 更是痛批 泽伦斯基变得越来越独裁 克里切科更是说 再这么下去 乌克兰会变得和俄罗斯越来越相像 中国国家能源局6号宣布 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 山东 荣城 石岛湾核电站开始商业运行 估计未来15年 中国将发展成最大核能发电国 观察人士担心中国的核电大跃进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据统计 目前全球在建的61座核反应堆当中 中国占了25座 预计未来15年 中国将投入高达4400亿美元建造核电站 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核能发电国 中共驻悉尼总领馆前政治领事陈用林向自由亚洲表示 由于中国信息不透明 核电厂管理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 例如早年大亚湾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之后 中共就曾严密的封锁消息 另外 陈用林担心中国大跃进式的发展核电 且核电厂大多建在人口密集区 一旦发生事故 风险巨大 陈用林说 中国这种专制国家 比世界任何国家建核电风险都要大 就跟那个病毒研究似的 别的国家可能很稳定 但是中国属于人质国家 制度上无法保障核电站的安全措施 非常容易出现毁灭性的灾难 中国核电站的数量越大 它的风险就越大 此外 中国的核电技术可能不仅作为民用 还可能被用于军事扩张 法国时事评论人士王龙蒙也强调 需要监督中国对核废料的主理 要求环境部门公开监测数据 老百姓对核污染水排放 核废料处理等应该有知情权 香港学生曾志健曾在反送中运动当中被港警开枪射伤 最近他被港警安排到节目上认罪 曾志健在2019年10月份在街头抗议时 被一警察近距离的开枪射伤 其后曾志健与另外三名隐情人被捕 2022年曾志健准备弃保逃亡台湾 但是却再次被港警抓捕 今年的10月份曾志健被判入狱47个月 12月5日曾志健被带上了香港无线电视 国安法资讯节目 在节目中讲述了自己参与反送中运动 及逃亡台湾的经过 在节目画面中只见到曾志健的背影 看不到正面 北京时评人士季风对自由亚洲表示 这使他联想到中国大陆的强迫电视认罪 你如果配合中共电视认罪 就可以获得轻判 中共也能够取得宣传效果 季风相信电视认罪 与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流亡加拿大有关 香港前区议员叶锦龙说 曾志健电视认罪 中方一方面是威吓香港人 另外一方面是要完成中共自己打造的故事 再把这个故事传播下去 一名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在校园里发现了一棵类似人参的植物 就挖出来尝了尝 还拍照分享给网友 没想到这名学生之后足足睡了17个小时 事件在网上掀起了热议 根据陆媒红星新闻的报道 中国留学生小易在学校的松树林散步的时候 出于好奇挖出了一棵长得像萝卜的植物 小易认为这是人参 就咬了一小口 他在网上分享说 感觉不好吃 有点色 有点像生土豆 这之后小易感觉非常的困 回到宿舍之后便倒在床上 一睡就是17个小时 醒来之后并没有其他的感觉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药剂科主任中药师张静告诉媒体说 小易挖出的其实是伤禄 有毒 小易昏睡是身体中毒的反应 其实是很危险的 张静进一步的解释说 他能够醒来 可能是因为食用量不大 又年轻 代谢旺盛 身体机能自我调节 本人也很快地恢复了意识 张静警告说 商路都是有毒性的 建议不要随便采摘不认识的植物食用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